当时天王黎明 沉稳的张汉宇 调皮的陈小春 还有帅气的冯绍峰聚到一起 鸿门宴首演室的舞台可是十分热闹 鸿门宴这个大题材呢 我感觉观众都会对他很熟悉的一个名字 就算是历史不是太熟的话 但是这个已经变成是中国文化一部分了 然后观众朋友都会很有心里头都很多想法 所以要挑演员来满足他们其实非常不容易 而且就是到那么专业的演员 能演到这种古装片呢 其实演员不是台国 所以我都是每个演员 我都是想了很久很久 才找到这帮那么好的演员 通过鸿门宴的洗礼 演员们可是十八般无意样样精通 这部首演舞台上 冯绍峰就琵琶指手奏出了击美 而刘亦菲则更是将手中的宝剑耍的 虎虎生风 看到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张罕宇不干了 直呼舞系不是自己特长 要扬长臂短发挥配音演员的专长 用声音决胜负 更曝出自己曾在星球大战 指环王 拯救大兵热恩等片中参与配音 不少观众并不知道 动画片唐老鸭前十集也是出自他考 我那个这人呢应该扬长臂短 我要展现我的长处 然后呢打呢 因为是我的短处 我不太会打 当我做职业批评演员的时候 我是可以变声音的 可以变 我跟他们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我可以变声音 我那会儿能变唐老鸭 是吧 那个孙悟空 对 唐老鸭 听到张寒宇曾经塑造过 自己最喜欢的唐老鸭角色 一旁的刘亦菲顿时双眼放光 直嚷嚷要听一听 张寒宇倒也十分大方 虽然无法还原当年的低音 但要现场变声 还是独带话下 现手拈来几招十分精彩 上映之后的三天零 五个小时三分零四秒 我又去了电影院 不过这次 我仍然没能买到票 上映之后的三天零 五个小时三分零四秒 我又去了电影院 不过这次 我仍然没能买到票 这一开头 可就收不了场 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们 纷纷操起了家乡话 主持人的要求逐渐升级 最终陈小春只能直呼棍的 耍起了烂 眼看着要输给前辈们 风少峰跟刘玉飞干脆提出要合唱一段处词 不过临时上阵有些准备不足 两人商量两久 刘玉飞还是不信王子 梦还是不信王子 梦会走上小楼台 我的家 如是外 总有雨想等着你回来 好高哦 冯少峰一亮嗓让人眼前一亮 原来他除了戏好者歌声也不赖 一旁的黎明爆料 自己早已私下见识过了冯少峰的唱功 两人还准备发片 这个学生没有发过片 比我们做歌手唱歌棒能多的是 你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他的歌声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他的歌声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 他的歌声给大家的感觉 刘玉飞了 我跟大伙一样 好啊一个字 众影星在首映室里玩得不亦乐乎 在永华电影院的首映室结束之后 冯少峰和张寒玉还前往百利宫 举办了观影活动 和众多影迷一同提前观摩了这部贺岁大片